有些失敗的業者說可以替民眾對外國賣到真白的化妝品 出事上這些貨都是在中國無縫的 甚至有的店家會把這個 還要加貨南做貨 出貨給這個人家 經方查到已經無縫的品牌 包含SK住在來 十倍國際品牌 而且在現場也要加到兩千多元的貨貨 這些問題差不多市民價達達到一百萬 專案依照違反上票法 還有現場的早起座 以上發辦 保養品 種類蠻多 品牌也 品牌也高達十餘個 一般民眾難以區分 這些來源不明 原料不明的化妝保養品 在使用上空有安全的疑慮 經過調查不少業者是經由網路 在中國政府方案的採訪保養品 還沒有出貨是有部分商品是 完全有公司的價位 用人家在賣的方式在網路打賣平台賣 尤其這麼多部份是還多台賣 全貨公司的價位 雖然是臺灣淨口湘這位來給消費者相信 如果剛才消費者懷疑商品是價 公司的價錢會說商品有過關 要跟政府證明是不是說 要用鳳海明露來翻賣消費者 有效期限還有它的製造廠商 看是哪一個製造廠商比較有保障 我會看評論 就是如果很多人評論不錯的話才會買 不然總體調查 保養業者不會公司的蔡充保養品 像是高雄 雖然是氣墊的粉餅 價錢比較熱 是不是超過五個優惠 網路打賣人說 消費者如果沒想要買到機會 剛才看這個賣人評論 要有兩大支票可以來參考 請問一下是否可以提供 比如說當地的購買證明或發票收取 價格真的就是專櫃的價格 會差很多的話 那就是要注意 通常不可能價格會低於七折 或者是六折以下 請わかります 價錢 跟想要 ulsive 都 都 負責 責任 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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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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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總的報導